美国用于测试的陆基宙斯顿系统 环球网报道时习记者任劫 俄新社12月17日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不扩散和军控部门主管 叶尔马克斯·伦德米尔·尼尔克夫 表示 日本关于在本国境内部署 美国陆基宙斯顿 反导系统计划的解释 无法令俄罗斯满意 我们遗憾的注意到 日本越来越多的参与破坏 必须稳定的计划 为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制造最新的拦截器和雷达 其中有一些位于俄罗斯边境 尼尔·马克夫说 他还补充道 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性能和部署位置 说明了日方有明显的法额 反华倾向 我们还担心日本决定在本国境内部署的 陆基宙斯顿反导系统配备适于发射 战斧雄航导弹类型的打击武器的MK41 通用垂直发射装置 日方保证 这些系统将由日本机方控制 完全独立于美国反导体系 但这些保证并不能使我们满意 尼尔·马克夫强调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第七艘宙斯顿舰 此前于7月30日下水 预计2020年服役 这艘新造舰艇首次安装了协同作战能力系统 可以与伙伴共享敌方导弹 或飞机位置等情报信息 该系统技术含量较高 主要利用计算机 通信和网络等技术 把航母战斗群中各舰艇上的目标探测系统 指挥控制系统 武器系统和舰在预警机联网 实现作战信息共享 统一协调作战行动 在该系统网络内 每艘舰艇都可以实时共享战场态势和目标动向 在打击空中目标时 有处于最佳位置的军舰发射武器进行拦截 提高航母编队的防空能力 XVU Dark Pulse 7500D21 原标题 西部战区陆军谋旅 在双方共舰中推进涉军为权 金帝联动解除官兵后顾之忧 家中房屋开仙时 还邀请专门的法律顾问帮助维权 让我有更多精力投身练兵备战 12月10日 谈及刚刚妥善解决的家庭设法事件 西部战区陆军谋旅战士网友满是感激 该旅领导介绍 今年以来 他们盘活用好军地法律服务资源 为官兵安心练兵备战守好底线 取得良好效果 年初 旅导委在调研时发现 有的官兵面临家庭设法问题 因为专业知识信学 相关徐道不了解 为此 他们已驻地司法局签订金地法律服务工作协议书 建立定期联络情况通报 普法相遇等制度 并需展开知识讲座 案例分析等活动 分享官兵法治观念 成立法律顾问站 聘请地方专业人员担任顾问 先后为24名官兵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协调处理时与起官兵家庭设法问题 不仅如此 他们还携手金地13家政法机构 加入法律融金服务行列 并且召开联络会议 提出加强和改进涉军维权的意见建议 在不断沟通协调中 积极探索维护国防利益 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新思路新途径 心无旁骛 俱力打赢 远日来 甘旅在复盘前70战化训练中存在问题 研究对策建议的同时 在上级指导下 筹划开展远程机动人链 面对灵机出现的敌情 官兵慢劣兵热情高涨 实战能力进一步提升 贵宁邦扬杰州挾腾 环球时报驻美国 德国 加拿大特约记者 肖达兴莫讨短房陈一刘玉彭 美国总统特朗普 23日通过推特宣布 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沙纳汉 将于2019年1月1日出任代理国防部长 这意味着特朗普三天前宣布 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明年2月的去职时间 将提前至今年年底 特朗普提前开除马蒂斯的决定 再次激起了美国舆论对他的新一轮泰烦 纽约时报称 现在每天都有一场特朗普战争 担忧他可能即将失控 华盛的邮报 更直接骂特朗普是流氓总统 面对内部和盟国媒体 如潮水般的批评声 特朗普23日和24日 连发多条推特 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辩护 特朗普24日凌晨发推称 取代世界各国的政权 不应该是美国的工作 这就是我从伊拉克问题中所认识到的 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 最大的外交政策灾难 23日 他发推特称 对自己担任总统感到自豪 撤军是他曾承诺的 我们在太多地方陷入战争太久了 战争花费了我们数万亿美元 他称民众会同意他的决定 夸自己如此与众不同 称这就是他当选的原因 特朗普还反击媒体的批评称 所有假新闻都在坎论 将我们的年轻人从永无止间的战争中带回家是错误 而这一切始于19年前 特朗普的不干涉主义 德国电信政治朗24日称 特朗普的话可能意味着 美国在海外的干预将大幅减少 报道称 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干预力量 但今后 对美国经济没有好处的干预 美国将不会有大投入 从本质来看 这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所研究员张维松 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特朗普说的这些话 并不代表美国真的意识到 干涉他国是不对的 特朗普曾经批评称 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 却没有掌握伊拉克的油田 显然 如果这种搭设对美国有利 特别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他肯定会去做 而在对待盟友方面 美国传统政治精英认为 盟友依然重要 而特朗普坚持的民粹主义 为主美国优先 认为盟友也应给美国 带来经济上的好处 张维松说 实际上 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出美军 是美国战略转型和战略收缩的需要 特朗普并没有放弃干预 如果真放弃的话 美国就应把在世界各地的驻军 都撤回去 At the very bad post 7,500,21 环球网军事综合报道 近期人事变动频繁的美国政府 20日再次出现重磅离职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天在推特上宣布 国防部长马蒂斯 将于宁年2月退休 他很快将任命一位新的防长 这一消息令美国朝野猝不及防 不少分析称 特朗普政府中 最后一位成年人离开了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20日报道 特朗普当天发布推特称 马蒂斯将在担任政府房长两年后 于宁年2月光荣退休 在此期间 马蒂斯做出许多重大贡献 他非常感谢后者的服务 信任者将于近期宣布 不过 多加美媒随后报告的马蒂斯辞职信显示 美国防长并非退休 而是自己主动请辞的 马蒂斯在信中指出 自己与特朗普对待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 他认为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无法向盟友提供有效的共同防卫体系 也无法保护与盟友共同的利益 他说 你特朗普有权任命一位在这些问题上 与你的观点更加一致的国防部长 我认为我辞职是正确的决定 舆论认为 马蒂斯显示的时间点敏感 特朗普此前一天才宣布 要把驻叙利亚美军全部撤回 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0日报道 除从叙利亚撤军外 特朗普还以下令缺减住阿富汗美军数量 目前 美国有超过一 四万名士兵驻扎在阿富汗 未来几周内其中的七千多人将返回美国 不少美国官员担心 这两项撤军决定 或将导致伊斯兰国及其他类似组织死灰复燃 并危及美国的伙伴 不少美媒称 虽然马蒂斯并未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撤军计划 但他私下曾对总统的有关决定进行嵌阻 选择此时请辞 等于便向谴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安全团队不可动摇的成员之一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讨厌他 但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近来有所恶化 后者今年十月甚至指责习向民主党人 这一指控无疑移称马蒂斯是共和党的怕徒 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 马蒂斯非常不认同 他二十日前往白宫前就一喜好辞职信 试图说服特朗普改变撤军决定 但遭到拒绝 随后他回到五角大楼要求助手 答应出五十份辞职信 分发大国防部各处 柳奔西称 马蒂斯的辞职信是自1980年 拜勒斯万斯辞去国务先一直以来 首次柳内阁主要成员 因众大国家安全问题辞职 也是特朗普政府内部 对其放弃二战以来 美国安全赖源依靠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做法 的最严厉和最公开的抗议 这真是美国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马蒂斯的请辞令民主及共和党党深感震惊和忧虑 不少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军表示 如今的政府已经陷入混乱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称 马蒂斯的信非常清楚地显示出 我们正走向一系列严重的政策错误 而这些错误将危及我们的国家 损害我们的同盟并壮大我们的敌人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也严厉批评特朗普说 我认为美国必须文实 并加强两党领导人精心打造的二战后同盟 必须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保持清醒的认识 美媒评论称 美国官员一直将马蒂斯视为特朗普政府中的稳定支援 和制衡特朗普孤立主义及极端建议的堡垒 他的辞职让许多人对特朗普死后的决策过程 及美国应被全球威胁的策略感到担心 特朗普本可以用马蒂斯让他意愿在叙利亚问题上支持白宫 但现在他已没有选择 特朗普上台后 一场了两名白宫办公室主任 两名国家安全部问 一名国务卿 他的政府正在坍塌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张梦旭 郑州王贵聪 XV8PLOS 7500D21 魔兽世界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 跨身成一个奇幻世界内的角色 一起探索游戏内的世界 与怪蛇对战 但他对许多网友来说 不单是一个游戏 正是一个一起过圣诞的地方 在这个世界里过圣诞 与在现实世界里的圣诞 也许没有大分别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玩家聚在一起吃火鸡 吃雪球 和在圣诞树下放入物 许多玩家告诉BBC记者罗斯 Michael Rose 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 是一众朋友聚首一堂 英国魔兽世界玩家哈萍Kieran Hart 说 他在圣诞来临闲 就与网友约好 登入游戏 让大家到游戏世界里的同一个地方 他们会一早准备好礼物 让大家在圣诞节那天早上都有惊喜 而送的礼物都是大家在游戏内没有的宠物或道具 我们会与一般人一样玩乐 庆祝 我们也会一起吃圣诞晚拍 玩捉泥堂和寻宝游戏 我选择在圣诞节当日玩 是因为我们喜欢有其他人陪伴 许多人在现实生活并不认识对方 或他们在现实生活无法碰面 他们可以透过电脑游戏一起相处 或联系感情 他住在英格兰中部城市 切尔克纳姆 有朋友住在巴斯 有朋友住在伦敦 无法方便地在现实生活中见面 因此 他们选择在游戏世界里碰面 哈萍说 电脑游戏的世界 让他们这种无法方便在现实世界上碰头的朋友 提供了见面的一个容易方法 33岁的英国女子艾尔克纳姆·艾尔克说 她和她的女儿过圣诞节的方法 是登入魔兽世界游戏 看看游戏内其他角色给他们送了圣诞礼物 她说 去年是她的女儿首个在魔兽世界度过的圣诞 因此她得到许多新的道具 之后我们一起利用游戏内的虚拟货币 买了一些宠物 这样做让我和我的女儿增进感情 我最初在2017年给她买这套游戏 以为她晚一个月就会验证 但我这种想法大错克错 艾尔克说 她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她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看看自己女儿的网友是什么人 也可以教育女儿 如何在网络上保护自己 艾尔克又说 她逼家人住得太软 不会在圣诞节当天拜访 让女儿在游戏再过圣诞 可让她更感受到节日气氛 她会问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网友 他们如何庆祝圣诞 如何互相打招呼 然后他们就会一起庆祝 对27岁的英国网友是艾尔克斯坦·艾尔克来说 圣诞节到魔兽世界 与其他网友见面的原因很简单 是为了从现实生活逃避一下 感谢观看